這也東西是我們在COCO這個事情之後 台灣粉絲有自發新幫COCO準備了兩場追詞會 這些都是那兩個追詞會活動粉絲們帶來的 好我們現在在的是香港的殯儀館外面 那這個車站呢其實可以看到有李文的這個看板 那這是粉絲呢特別自費呢 然後買了24個車站 在這個巴士站的旁邊呢都可以看到這個LED的看板 就是為了來紀念我們的COCO李文 就是19號早上有看到COCO的二姐Nancy發布的 就是這個告別式的行程 就是7月31日跟8月1日 然後我當天早上就先訂機票了 我主要是代替那個就是Light群的班主 將大家這兩次追詞會跟昨天COCO之夜的一些東西帶來 因為班主Casey就是她不方便過來 我自從小就是大概國小五小六就開始喜歡COCO 然後就是過去就會參加 許這次來會參加一些她的簽名會跟演唱會 然後我覺得COCO對令兒歌迷感動是她不管簽名會多久 她都會認真地把每一位歌迷都簽完 然後她同時她也都會提醒我們要謝謝所有的公讀神跟 就是資本大哥 我就是覺得她真的很貼心的位置我很著想 然後2009那次我就沒有買到票 所以這次就很後悔 所以那時候才會一直到這個消息就立馬就訂票 因為就覺得上一次已經後悔了 可能當對就是那時候可能沒有訂到 想說可能還有之後還有機會啊什麼 但就誰知道就沒有之後 所以才會這一次就覺得這真的是最後一次機會 就是才會馬上就訂票 因為明天行程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樣 然後但我一定會跟COCO說就是 不管她今後還能不能唱歌還是能不能跳舞 就是我們都一樣會永遠的愛她 對 那這也東西是就我們在COCO這個事情之後 台灣粉絲有自發心幫COCO準備了兩場 然後追詞會 這些都是那兩個追詞會活動粉絲們帶來的東西 然後就從最後面的花術 花術是淡水追詞會那時候粉絲獻給COCO的花 然後後來就是由粉絲把它做成乾燥花 所以就帶過來 然後這一張卡片是昨天在那個李文之夜 就是我想說替一些沒有辦法親自到場的粉絲 然後傳遞他們想對COCO說的話 所以就是這張就大卡片裡面就是有一些不能親自到場粉絲寫的一些對COCO的話 然後這個卡片我們有特別挑過是它是鄙視尼公主的主題 然後這邊是木蘭 花木蘭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COCO當初就是有演唱花木蘭的主題曲 所以特別挑過卡片 封面是不是有特別選擇的 對 封面是那個也是COCO的粉絲自己整理的 就是將它歷免來就是1970到2023的專輯 封面整理在一起 然後覺得就是很能代表 所以就是選這個當封面 這一個是簽到簽名粉 就是這兩場活動中所有有出席的粉絲的簽名 對 這兩場小卡也是淡水的追思會粉絲寫的 對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只給COCO的卡片 然後就是一些紙喝就祝福COCO 謝謝